我們也有想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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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復生活 談何容易 歐洲再度成為疫情震壓 全球確診近2.9億例 新年第一天歐洲地區 就累計突破1億 占全球總數的三分之一 光是法國 過去一周 就新增超過100萬例確診 相當於自疫情爆發以來 累計通報確診的10% 迎接醫護的 是更忙碌的工作 義大利每日新增確診 平民創新高 羅馬一間醫院ICU 120張病床 有111張都是新冠患者 倫敦醫護人手也告急 為了盡快控制疫情 倫敦當局宣布 已購買美國輝瑞與墨沙東的新冠口服藥 共425萬顆 不久就能到貨 東歐人口佔歐洲的39% 但是新冠疫情卻佔比約50% 新的一年 當地民眾也陷入恐慌 我已經很震驚 因為人在相當中 有很多人的死亡 都在不曾經 很震驚 很震驚 大性女方便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